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政府在2号持续召开了确诊个案的说明会 由卫生局长朱家祥主持 而花莲持继医院的医务秘书李毅医师也列席 共同来说明 目前花莲已经有5名的确诊个案 表示疫情是相当的严峻 花莲县政府也呼吁民众在连续假期期间 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疫措施 防疫记者会是由卫生局长朱家祥主持 花莲持继医院医务秘书李毅医师列席 局长朱家祥也说明了 今天5位确诊个案足迹史以及疫调情况 而案23878是学生外地感染移入 案23879 货运公司货物整理员CT值达到31.2 而第5位个案24017为高雄个案 有花莲旅游的足迹CT值为15.9 并且在花莲待了三天 推估大约是在3月28号后感染 4月1号出现症状 另外除了政府的个案之外 另外今天高雄有个案24017 这个24017是一个高雄个案 但是它在25号到28号之间 有花莲的足迹 这个个案是一个40多岁的男性 CT值是15.9算是蛮高并无量的 那另外在4月1号的时候出现了发烧 头痛咳嗽的依损以上的现象 所以在高雄某医院 然后做PCR检查 有阳性 那它发病的期间 在之前有到我们花莲的租金 那跟各位我们相亲报告 慈激医院医务秘书李毅 也针对了目前慈激医院院内感染后的防疫措施 进行相关的说明 可见这个可能那个时候只要个案感染 那么但是还是在久 所以在3月31号抗原快晒还是运行 昨天抗原是阳性 那阳性之后因为他在20系的精神科病房 跟各位相亲报告的是精神科的病房就像我们局长刚刚讲的 它虽然有一人一间有好几个人一间 可是它中间有一个公共的活动区域 那它是被关在这个精神病房里面 它有个活动区域 所以它会跟其他病人交流 所以当我们发现它是一个阳性个案的时候 马上把它转到20种专责的一个护压可理床 也就是现在花莲慈激医院总共有7个个案 受到这个人科指标的影响 前面4位是急诊的同任 后面3位都是精神病房的病患 统计目前花莲居家隔离55位 自主管理28位 花莲医院自社区筛检站从3月30号开始12点到下午5点 筛检至今总共有2076人呈现阴性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